再来就是,他这个WeCare的概念到底怎么来的呢? 他就是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位叫做David Schomer的人写的 David Schomer是在西雅图的Vivage 他开了一家叫做西雅图 就是西雅图有一家叫Vivage的咖啡店 现在还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西雅图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他为什么会对咖啡有兴趣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小时候他和妈妈去超市 美国在卖咖啡的时候 比我们稍微的那个 我们是在百货公司的庄柜 他们没有,他们就在超市里面 几乎所有超市都有 因为咖啡对他们太重要 几乎都不是吉隆咖啡 都是药膜的那种咖啡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咖啡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是跟妈妈到超市去买咖啡的时候 他们都有那个就是你在那边按钮 他就会有一个磨豆机 就自动把你看你要多少 就就帮你把那个粉磨出来 就这样你就自己按 就这样 就是有机会去也还蛮好玩的 但去如果真的对咖啡很懂 大概以后就不会想买就是了 然后就是 所以你就是有那一包 然后就带回去 就是咖啡馆就回去冲 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因为闻起来 咖啡磨豆真的闻起来很香 他就觉得哇塞太香了 那美国是一个很 在某一些地方 其实比我们还要严格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台湾的话 如果说那个小孩子看到 我们大人在喝酒 然后想要喝一口的话 大人我觉得十个有九个大人 都是直接拿给他 不怕 然后他就喝一口 就哇难喝死了 他就不会再喝 这样 但美国人不是 美国人呢 咖啡那个小孩子 就是不能喝咖啡的 就是真的不能喝咖啡 所以他完全不能碰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 哇这么香的东西 这个大人不让我喝 真的是太悲伤了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马上来喝咖啡 因为这实在太香了 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期盼着 有喝咖啡的那一天 然后当他终于可以喝咖啡的时候 他就觉得真的是 有够难喝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 大人一定对咖啡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闻出来 闻起来这么香的咖啡 可以喝起来这么的难喝 这样 他就希望说 有一天他可以把咖啡的那个香味 可以带到咖啡里面 这个是他 他想要做咖啡的原因 所以他就在西雅图 开了一个小的摊子 现在不是小摊子 现在是店面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 咖啡的香味要带到咖啡中 然后他是念那个 他是念华盛顿大学 就是西雅图 很有名的学校 然后测量那种的科系 所以他对那种 每一个测量的那个环节 他非常的重视 然后他就 他就去了意大利 然后喝了很多店以后 他就觉得说 他开始了解说 好的Expresso应该长什么样 所以他就 回来就发展了他的理论 把他潜心研究 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这本书 其实我那边有那个 比较旧的版本是红色的封面 就是Expresso Coffee 那个时候是第一本这么清楚的把 那个咖啡的细节写出来的书 所以启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包括 藉由WeCare 启发了台湾的我们的那个咖啡的一些玩家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那个 也带进 可以说把整个世界 虽然他不是第一会 用科学的角度去讨论咖啡的 但是很多人是从 他知道说 我们咖啡可以这样讨论 咖啡有这么多的细节要注意 所以这个是一本 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书 然后很多很多的概念 都在这里面就有就比方说那个 就用各种的恐吓告诉你说 咖啡的变异其实很快 你不要在那谋了以后 在那放个一分钟不行 那个一定会死 那放两个礼拜 你就把它丢掉好了 这样子 就这样 好 这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那个还有对那个温度的控制 然后还有对压力的控制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水式兰的这个概念 其实一直已经讲到现在 就是水式兰的意思是说 水都会钻漏洞 所以在Espresso里面我们很注意说 那个可不可以均匀的部分要填压 然后不然的话水会找那个最容易通过的地方去穿过去 那手冲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所谓的穿边或穿孔 就是会水会找那个最好流的地方流过去 如果你的那个部分不太平均的话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等等 反正它带了很多很多的概念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那它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方说它就觉得那个填压 因为在店里卖咖啡一定要有一致性 所以它在填压的时候 它会它会在秤上面练习 说每一次压的都刚刚好 例如30公斤这样子 然后所以它就真的拿一个秤练习 虽然我也做过这奇怪的事情 好然后然后那个 那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是 它激发了这个可以说全球的咖啡的 科学的讨论风气 好就再一次就是咖啡可以讨论 可以复制可以实验 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这一门课的最重大的事情 然后虽然说在现代的眼光来说 已经很多地方 其实大家已经觉得 不是他想这样子 包括说Espresso Espresso在很久因为他的书 很多人都觉得Espresso应该长那样子 后来才发现人家意大利Espresso 不是长那样子 好那那个 也严格的说应该要做西雅图风的Espresso 所以西雅图风的Espresso是指 David Schomer他们这一派的 然后发展出来的Espresso 不是Starbucks的Espresso 虽然Starbucks刚好也是西雅图巴基的 然后然后那个 那但是它启发了很多很多的人 就带起了很多的咖啡的讨论 科学的咖啡讨论 好一直到现在 再见 再见